明依在线,为你健康所想 肛能长小疙瘩是怎么回事? 李兴春,南京优加病毒油医学研究所,皮肤科主治医师 肛脂肪长出小疙瘩,我们经常所能考虑到的问题就是痔瘡、外痣 甚至有可能肋脂脱落出来形成的疙瘩 还有一些可能,比如说毛龙岩,也可能会导致真生物源多些产生出来 当然,如果有不接性行为,特别是蓝童 如果出现小疙瘩,要考虑尖锐使用的可能 不管是哪个类型的疙瘩,都建议你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 明确诊断,再进行相应的治疗 因为每一个疾病,它的治疗方案不一样 千万不要在家里面自行诊断,自行医药治疗 特别是尖锐使用 如果说钢周的氧感,有一些滋养药 可能会加速这个疾病的发展 专家提示,钢周长出小疙瘩 一般考虑是外痣,也有可能是内置脱落出来形成的疙瘩 或者是毛囊岩导致的增生物 如果有不觉性接触后,钢门长疙瘩,也可能是尖锐势油 有类似症状时,不要在家自行诊断和治疗 建议要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明确诊断,再进行相应的治疗 希望可以成功 aré到医院了 根据无疑